用数学逻辑思维,分析人生赌局 欢迎来到数学港湾,我是云天 澳门和拉斯维加斯以及全球各地的赌场 每年都迎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千万游客 其中某些人去了满载而归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往往都是满怀希望走进赌场 但却两手空空离开赌场 在荧幕前的您是不是也思考过 为什么在这些两方对赌的游戏中 赌场往往是赢家 难道赌场的运气更好吗 还是说背后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对于玩家来说是不是有更加的对策呢 接下来几期内容 我们每一期都会选定某一款特定的赌场游戏 用数学进行分析 并且给出最佳玩家对策 让你成为赌场境位的那前1%的玩家 视频的最后会给出该游戏可能的漏洞 请大家务必看到最后 今天我们要分析的赌场游戏的英文名称是 Srika Poker 在拉斯维加斯的很多赌场都可以看到这个游戏 在澳门的赌场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富贵三宝 由于这款游戏规则简单易懂 很多情侣或者朋友会边玩边聊天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正确的玩法 真正大富大贵的肯定是赌场 我们先来看看游戏的规则 玩家将投注放在本注区 这时他还可以选择将投注放在奖赏对子以上区 接着桌子上的每个玩家 包括庄家都会拿到三张面朝下的牌 这个游戏是玩家和代表赌场的庄家进行对赌 在庄家未开牌时 玩家先看自己的牌 然后需要做出选择 如果弃牌那么损失掉本注 赌场发牌员就会收走玩家押注的本注 如果玩家选择继续 就必须投与本注相同数额的加注 这意味着如果本注为5美元 玩家必须再投5美元的加注 这样玩家一共押注10美元 现在轮到庄家打开他们的牌了 面朝上 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 并判断这种牌是否有能力 与玩家的牌竞争 庄家的牌必须有一张King 或更好的牌 他们才有资格 这意味着这种牌中 至少有一张King King或S 其他一些有资格的组合是一对 比如77或AA 同花 同种花色的三张牌 顺子 三张牌数字连在一起 比如567或J Queen King 三条 三张牌数字相同 比如666或同花顺 三张牌同花色 并且三个数字连在一起 比如789 这些组合分别从最差 到最好进行排名 在富贵三宝中 顺子要比同花大 而在传统德州扑克中 一手牌由五张牌组成 同花比顺子大 并且富贵三宝中 三条要优于同花和顺子 而在五张牌的德州扑克中 它却比同花和顺子差 对于德州扑克比较熟悉的玩家 请不要搞错 如果庄家的牌不合格 也就是说 庄家的牌比Queen XX差 你将获得这个赌注 赔率为1平1 而加注将全额退还 这意味着玩家在10美元的赌注中 得到了5美元的回报 请注意 不管你有什么牌 只要庄家的牌不合格 玩家就赢得这个赌注 只有到庄家的牌有资格继续时 游戏才会变得更有趣 在这种情况下 玩家的牌要和庄家的牌进行比较 如果庄家有更好的牌 玩家的前注和家注都会输 相反 如果玩家的牌击败了庄家 那么这个赌注和副注都会赢 赔率为1赔1 这意味他们的10美元投资已经翻倍 他们可以拿回家总共20美元 如果他们足够幸运 拿到顺子甚至更大的牌 那么玩家将在他们的原始投资上 获得额外的奖金 这个奖金的赔率如下 铜花顺一赔5 三条一赔4 顺子一赔1 举个例子 如果你拿到三条 那么你会拿到额外的4倍本注的金额 无论庄家拿到什么牌 你都会收到这个赌注的额外奖金 换句话说 无论庄家的牌是否合格 Queen XX或以上 或者合格而打败你 你都会得到奖金 例如 如果你的三张牌是666 那么不管你是否赢了庄家的牌 你都可以得到4倍的赌金回报 这意味着 如果你的666的牌 比庄家的牌小 而输掉你的赌注 但这个额外的4倍赔付 不仅确保你不输 而且确保有比这个股赌注更多的回报 富贵三宝赌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是对着货以上的奖金 这在传统上被称为奖金 你必须在收牌前决定是否进行这一赌注 桌子上有单独的区域 标有对质机以上 用于放置这些筹码 这个奖金赌注的存在 为好牌提供了更丰厚的回报 所以很多玩家对这个赌注感兴趣 游戏的玩法也很简单 在进行初始投注后 玩家不需要做任何决定 以下是奖金赌注的赔率 举例说明 如果你在对质及以上区压注5美元 你拿到同花顺的话可以拿到200美元的额外奖金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规则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简单呢 只需要几分钟你就能学会如何玩这个游戏 但是如果想获得最佳的策略 就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数学过程 如果我们对这些错综复杂的事情说的太详细 那么就会吓跑那些不想了解这些细节的观众 与其用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来烦扰大家 不如直接说结果 如果大家希望挑战一下自己的数学能力 也可以自己证明以下的结果 从数学上讲 赌场在这个游戏中的优势是3.373 这意味着 你每下注100美元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将平均损失3.373美元 你玩这个游戏的时间越长 你输的钱就越多 赌场就越有钱 也许这就是这个游戏被称为富贵三宝背后真正的含义吧 作为一个玩家 你最好的策略是只玩Q64或更好的牌 其他的手牌都弃权 如果你不遵循这个规则 你可能会输掉更多的钱 例如如果你的牌是Q89 Q234或Q788 这些牌都比Q64要好 关于如何确定牌的等级 请看我们在本视频前面对游戏规则的解释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继续玩下去 如果你拿到 J92862 278这样的牌 那就应该7牌 接受损失本族的现实 否则很可能会输得更多 如果不坚持这个方法 不仅会失去金钱 而且会失去打扶克的乐趣 说到这里 有些观众可能要问了 搞了半天这个游戏玩家是输钱的 那么你一开始不是说 要让我成为赌场最敬畏的前1%玩家吗 这不是忽悠我吗 如果一直输钱 赌场怎么可能敬畏我 别急 接下来我来说说这个游戏可能存在的漏洞 而这个漏洞会让玩家从九赌必速成为九赌必赢 之所以说可能 是由于某些赌场的发牌员不够专业 在发庄家自己的牌的时候 不当心让玩家看到了某一张庄家的牌 或者玩家可以做得很低 当发牌员从牌盒里面拿出牌的一刹那 让玩家看到了庄家的某一张牌 这个时候游戏的优势就从赌场转移到了玩家手里 从数学角度分析 玩家的优势是3.483% 也就是说你每压住100美元 你平均会赢得3块4毛8 随着你玩的时间越来越长 你会逐步赢得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的最佳策略为 这张表格里面列出了庄家不当心暴露的每一种牌的玩家优势 综合起来玩家的优势是3.483% 简单说明一下这张图表表达的策略 如果玩家看到庄家的手牌在二到几页之间 那么玩家可以玩任何牌 也就是说可以玩任何三张牌 如果庄家手里那张牌是Queen 那么玩家只玩Queen92或者更好的牌 其他的牌全部弃掉 如果庄家手里那张牌是K 那么玩家只玩K92或者更好的牌 弃掉其他的牌 如果庄家手里那张牌是S 那么玩家只玩S92或者更好的牌 而弃掉其他的牌 好了很多人可能要问了 如果我找不到可以看到庄家牌的赌场或者发牌员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的回答是立即放弃 或者你可以把带到赌桌上的钱当做购买娱乐 因为回过头来看 数学已经毫无疑问的证明 三张牌扑克这个游戏 总是会给玩家带来净损失 即使运气在你这边 你在某个时间段内赢了 如果你继续下去 最终你的运气会耗尽 除非你所玩的游戏 有像我们之前谈到的那些漏洞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留下对本视频的建议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你可以在我们的最新视频出来后 最新时间得到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